民進黨總統參選人賴清德大進場 民眾搶握手 還有人興奮大跳高呼好帥 出席北部工業區後援會 賴清德先感謝所有中小企業主 讓我們台灣的中小企業 可以在地繼續發展下去 我們要在創造經濟的規制 然後我們來創造民主的規制 大家說好不好 不只要總統勝選更要國會過半 賴清德發揮母雞帶小雞精神 足以介紹立委參選人 還特別點名他 鄭英鵬就很資深 雖然年紀沒多大 但是也很資深 是不是這樣 請想給我老子 這個一定要動選 鄭英鵬去年挑戰陶原市長落敗 這回再拼立委連任 將對上藍營年輕立委 牛許婷選情不能樂觀 第二選區立委黃世傑選情穩定 其他像是彭俊豪 范剛翔 劉仁兆 都是挑戰藍營現任立委 加上南桃園客家庄藍大於綠 民進黨挑戰大 賴清德趕場到中立三教紫雲宮參拜 民眾夾到歡迎 他也再度廟口開獎 跟鄉親撥感情 賴清德跟鄭文燦 狂跑桃園新城 還成立第一個客家庄 中親後援會 拉臺立委參選人 劉仁趙選情 賴清德不僅要總統勝選 更要力拼國會過半 再次新聞審明請 黃燕姐友人播桃園參謀島